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我多欣赏这个邓知青 因为我觉得知青真正的苦恼是什么呢 就是你感觉到没有希望 这才是苦恼 你又别有的人 又知道这一辈子要这么过一些太没意思了 所以也不想成家 然后呢 就老上等着机会 可是又看不到机会 可是你要说我真成了家 可能来了几乎又没了 又错过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苦恼 所以现在有好多回忆之青 他老说生不怎么那么苦 所以好多农民就不爱听 就说你们苦什么 你们苦由我们苦 我们的世代在这生活 那难道我们你们再怎么苦 还有我们苦 所以往往这些农民都 等于你打动不了他们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苦恼是没希望 那您说这个什么成家是指的就是结婚是吗 对就是结婚 那是指的跟当地人吗 不管你跟谁 你跟当地人就更回不了北京了 你要是跟 你就是两个都是知青结婚 他们也怕回不了成了 那时不提倡结婚嘛 那时就是比方招工来的 就是要求是担心 所以大人自然都想到了 那我要万一能回城的话 那可能我一成家可能也不让回去了 那您那会在陕北什么地方啊 我在甘泉县 甘泉县 甘泉县是延安的吗 还是榆林的 延安地区说是延安地区 我们都归延安地区管 但是我们那个县比较靠南 甘泉县 北京农业大学就搬到我们那个县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是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吗 对 我呢就在那当历史工 和他们的教授什么的 老师什么处的关系都还挺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他们当地人听不懂的当地的话 就这个北京农业大学 虽然签在那里 但听不懂他们当地人的话 所以有时候比方假如 雇了好多这个农民工来干活 因为那时候得盖嗓啊 什么那些 他听不懂 所以没法交流 他们之间 我呢能够给他们当翻译 能够给他们告诉他们 他们说什么 那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您到农业大学之前 您在陕北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 是吗 很短 我刚才我我刚一到那个 我刚一到农村 我一看那个干活这么累 我刚开始我就说 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木匠 那实际上你也不是木匠是吗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我一天 一天木匠活也没干过 您就是 但是我们家人是木匠 我姥爷是木匠 我姥爷不是一般的木匠 我姥爷是那个 就是算是一个 要按现在来说就得 应该算工程师了 那时候呢 他没有部分工程师 因为那时候还是一数年前 你要知道北京那个长安大戏院 是他设计的 那个医院呢 没有柱子 就是两层楼没有柱子 这个在当时是首屈一指 在北京市 在齐瓦在北京市首屈一指 那是由您老爷来 他主要来弄搞的这事是吗 他设计 就是他设计和施工 包括监督的人干活 那时候是他主持这个工作 所以你看 他当时是已经是一个 就相当于木匠头 就相当于一个营造厂的头 但是他是木匠出身 所以他呢 他对木匠很熟 而且他那个 他那底员工 木匠相当多 所以我姥姥呢 我姥姥没文化 但我小时候 我跟我姥姥关系很好 所以我姥姥就能给我讲 什么奔造福报 老讲这一事 所以我对这木匠 多少知道点 所以到了监狱以后 我不是说曾经有一阵 进半步匠监狱吗 那时候我就 当时我就想着 我怎么能够 到老改队以后 能够混得好一点呢 我就问那犯人 那犯人就说 你要想混得好 你要当个木匠就混得好 那我说 那当时也没有 我说那你教教我吧 那边有个东北医人 他本身是木匠 他就告诉我 比方凿子怎么使 我们就是等着 只上谈兵 所以我等到 我后来不是从那 出来以后 就到了插队吗 所以我一去呢 当然我刚一说 不行 因为我没工具 所以我让我弟弟呢 从延安那 给我买了几样的 锯条啊 包刃啊 斧头啊 就那东西 然后买了之后 都给他装上 然后我就开始说了 我跟他们就说 我是木匠 然后呢 他们一人就说 那你要坚持木匠 他们想缺木匠 因为他们没有钱买工具 山北人很穷嘛 所以他们也没有学 也没有教 他们也没有钱买桌 他们没有钱买工具 后来我说 他就说 那你要坚持木匠 那你给我们做一样东西吧 就让我做一小抗桌 用筷子上缺这么一桌子 对这个来说 那不太简单了 因为当时那时候 那个不都是都插队嘛 那时候还有刚才说的 武器干校来的 所以都特为了配合这些事吧 就出了好多书 就比如包括这个木工 怎么当木工 怎么当油工 他都有这个介绍 所以你拿一本书的 你一看就全明白了 比如那桌子的构造 怎么的事 先怎么下手 后怎么下手 他都说的很详细 所以这难道并不难 关键就是 你敢不敢去 就是冒着险 所谓的冒险 无非就是 你脸皮厚不厚 别想说 我说是木匠 你什么没走程 那不是等于 你在这个村里 威信就没了吗 我后来我到了 北京农业大学 那时候已经是 我已经算是木匠了 因为我后来已经跟他们干了好多活了 在公社里边 干了好多活了 后来有的其他的知情 挺羡慕我的 就说也想上木匠 我说行没问题 我说你就跟我 我就把我的经验告诉他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农业大学 但是他就是没敢让我跟那个 木工组长说 他说你先等等 你先等等 老让我等 就是等了两天 在我住了一晚上 等了两天 然后还是坐车回去了 他说不行了 他说我摸不开的情面 他怕说万一说 人家你干的活 一看你什么都不是 那多丢人 其实没什么 人家 招心临时工 顶多少比哪工资就是了 人家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就是他那个勇气还是差点 对 所以我老觉得有些事 往往是在自己 对 我记得文革的时候 倒是有好多小册子 什么赤脚医生 什么 怎么教你说木就活 对 他还配上图 有图有文字 是 是 别咱们讲说做一个豹子 他那角度 多少 这很关键 他因为有时候 老木就他不会 他不会告诉你 对 因为他不懂这角度的问题 可是人家那什么 画得清清楚楚的 是吧 那你肯定做出一个 就是很好使 是 这个您说到这 那个 我老舅 我有俩舅 我那老舅就是木匠 他也是干了很多年的木匠 您这个玉这个姓 有那个 我看还有那个 玉玉聪聪的玉 是吧 对 您这个玉 好像我就知道 像您家人 比如说您哥哥 玉罗客呀 像您弟弟 什么玉罗勉呀 您姐姐吧 那是您姐姐吧 玉罗锦 是吧 对 您家是您老三 是吧 您是老三 是吗 对 一共您四个 我们这个姓很少 因为我们 我们老家山东 山东呢 这个 只有山东那儿 黄县附近 这个姓最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当时 我忘了哪个朝代了 因为我们 我看他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老下的人 他们有人就 就做这个 就做过这个调查 说这个 也不是哪个朝代 曾经是皇帝赐姓 就假如这人本来也不姓玉 然后呢 就说赐姓 姓玉 然后你到那儿去当一个 什么小官的 这么着 那儿就流传了 好多姓语的 那你祖先 就是黄县人 是吧 对 那现在叫龙口市 是吧 对对对 这地方我去过 但是我一点熟悉没有 说到这儿 我们有个邻居 因为我们家 不住安静门吗 我们有个邻居 也是黄县人 他也是木匠 他也是木匠 他在这个 好像这个中科院 还是国家地震局 有个地理研究所 他就干这活的 他就做一些 比如说一个什么 水库的模型什么的 他会做这种沙盘啊 什么这种的东西 挺好 那您老爷呢 也是黄县人吗 他不是 我老爷是河北人 他河北什么地方人 河北应该是南宫县 南宫 南宫我知道 南宫是属于航水的 我们家那个 所以我母亲那一支呢 都是那个 都是 都是河 等于都是南宫县的人 所以我有好多舅舅 但是不是亲舅舅 应该算是表舅了 也都是木匠 因为我老爷是木匠嘛 所以他给他们都带出来 但是我老爷 在北京已经收很多年了 可能他从小 我估计也在北京了 我姥姥是 出水的北京人 他跟一点 何必点关系没有 但是虽然他是北京人 但是没有文化 他们家 他们家北京 我也不太了解 我觉得我姥姥他们家 一定也是一个 很开通的一家子 为什么 因为我姥姥 那年代都是小脚 但我姥姥 就是不是小脚 我姥姥的老家是哪儿呢 就是沙子口 那不是那个 永定门外沙子口吗 永定门外沙子口 我知道 我在那边住过三年 我在沙子口那边住三年 那边就是崇文区最南边了 再往南就封台了 对对对 是 这个 这个沙子口 他们家到底干什么呢 我那是小时候 我就没想去打听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只是听我姥姥 念着沙子口 沙子口 所以我知道他是沙子口 娘家 但是他们在这儿 是干什么 我就没细问过 所以不听了 您小时候好像应该是出生在 在东四那边是吧 对 我们最早啊 就是我们家落在北京的时候 最早是买的是那个 就是那个水塔胡同 你说挨着北京五中 我们和北京五中就隔一道墙 那是有很大的一个院子 买了 当时买了 那个院子有将近两亩地 五中是不是就是那个北新桥啊 对对对 靠近林桥那边 就是为什么买这么大个院子呢 因为我父亲呢 是搞建筑的 所以他就想成立一个建筑 就是一个 就营造厂 他成立这么一个单位 他那个地方大可以放点料什么的可能是吧 主要是放料 然后那还有一部分的我母亲呢 就成立了一个铁工厂 所以也在这个院子里边 所以这院子里边等于就这么两个厂 都是自个家的哈 对 那个我父亲当然是自个家 我母亲那个是和别人合股 就还有两个老太太 但是咱们现在讲的老太太 当时还很年轻 就是这三个女的 可能也吸血来潮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三个女的成立了一个铁工厂 很有意思 那时候我小时候还有点印象 就是那个工厂里边 那个车棚都是那种皮带的 那那个铁工厂的产品是什么呢 我估计都是做点什么 比如来料加工 没有什么产品 就比如人家想做点什么东西 让你给 比如假如想做一个房架子 假如说 你就给他们又焊又打眼的 就是干这活 那那那那你母亲 你们母亲 他们三个人干活吗 还是有故人 他们是他们故人 我母亲因为学财筷子 所以我母亲等于在那张筷子 给管账 管管账 对